就高血压而言,年龄不同,其血压值意味的危险程度也不尽相同,因此,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高血压患者,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,年轻高血压患者的治疗年轻的高血压患者除了激发性高血压外,血压较高多数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,比如肥胖。 调查显示,青少年时期血压较高者成年后更易患高血压,因此,年轻人即使血压只是略微超过正常值,也要认真对待,及时调整生活习惯,这个年龄段的患者,大多症状较轻,因此出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安全性考虑,治疗要以饮食疗法和运动疗法等改善生活习惯为主的方法为宜。 肯定,高血压对动脉造成损害,尤其是对冠状动脉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当人到中年时在进行治疗,恐怕就为时已晚了。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患者来说,首选的降压药物是小剂量的本肺其类力药剂,很多人不用再应用其他药,就可以使血压稳定的下降,而且不会出现任何可觉察的副作用。 此外,血管紧张素转化眉异致剂也很适合年轻人用,它对年轻犯者来说,短期不作用要比其他类降压要小,在大多数情况下,将这狼种药合用,并且严格献严,才能使其发挥再大作用。 另外,还应该注意的是,如果患者一直应用短肺其类力药剂,那么他应当至少评用力药剂一周后,再应用血管紧张素转化眉异致剂,否则会造成绣压或多段快下降。 如果确实要联合应用力药剂与血管紧张素转化眉异致剂,可以在应用血管紧张素转化眉异致剂之后,再用力药剂中年人单程疏张压升高,又不用治疗不少中年人常常会感到头晕,胸闷不适核心率加快。 在测试血压的时候,往往会发现收缩压正常,梳张压偏高一般在90到100毫米拱柱以上,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,是因为中年人的工作一直紧张忙碌,而且运动量偏少,这会导致胶感神经异常兴奋,周围血管收缩导致梳张气阻力加大,从而使得梳张压升高,出现这种状况。 伴者不要太惊慌,事实上,这属于高血压的早期阶段,如果能够注意调整生活习惯,比如减轻体重,减少人的摄入量,加强运动等,那么还是能够使血压恢复正常的。 如果经过三个月的改善生活方式,还是不能使血压降低到135-85毫米拱柱以下,就应该不用降压药物了。 对高微高血压患者的跟踪研究显示,在最初的三到六个月内不用降压药,血压很快得到控制的患者,比不要六个月到一年后血压还逐步被控制的患者,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要少。 因此,如果发现自己单纯疏张压升高,在调整生活方式未见成效的情况下,应及早服用降压药。 所以,中年人如果单纯疏张压升高,也要提高菌剂,及早治疗。 一般来说,是以显用的降压药,包括被周围血管作用较强的长效盖通道组织剂,如落活洗,款式维拉帕米,易博定,LK射体组织剂,独特拉作琴,多杀作琴等,也可直接扩张血管,使疏张压明显下降。 Alpha,Beta射体组织剂,如阿尔玛尔,也能较好的降低疏张压。 假如联合用药,血管紧张速转换没意志剂陪夺福利亚施达,加法式维拉帕米,可能要比单一用药的效果更好。 老年高血压的特点极其是用药物,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,有55%的人收缩压高于140毫米轰柱,疏张压低于90毫米轰柱。 这一现象是由大动脉硬化后失去弹性,血液在收缩期对血管壁的压力升高所导致的,而动脉硬化的产生与发展则是随年龄增长,人们摄取的盐分过多,暴饮暴食,运动不足,压力过大等原因造成的。 具体来说,就是心脏将血液压入动脉向全身循环,而主动脉在硬化后弹性减弱,这样在心脏收缩时,它就不能相应地扩张,导致收缩压急剧升高。 当心脏舒张时,主动脉的回缩能力减弱,不能充分地将硬输送的血液送出去,造成舒张压过低。 于是,收缩压与舒张压的压差就会增大,也就产生了脉压,这样长期收缩压升高,会引起左心视心肌肥厚,严重者会导致左心刷节,并加重脑动脉硬化,引起出血性脑中风或形成脑血栓,即缺血性脑中风。 因此,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治疗关键是降低收缩压,但是老年人在降血压的时候,要注意确定降压目标,合理降压,若是在追求降低收缩压的过程中, 使得舒张压降得过低,小于65毫米拱柱,就容易造成供血不足,甚至有造成主要脏气出现血液循环障碍的危险。 血压容易波动是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主要特征之一,虽然所有人的血压在一天中都会波动,但老年人的波动特别显著,另外,肠带有脑,心,是等脏气功能受损的并发症,这是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另一特征,除此之相补,还要指出的是,老年人的肾脏,随着年龄增长, 其中的有效肾脏胃会显著减少,到70岁时肾脏胃比出生时要少一半,因此,很容易发生肾脏硬化,而肾脏硬化又会加剧高血压,因此,老年高血压患者应经常检查自己的血脊肝,及料理有没有蛋白,在饮食上,也应够吃富含油脂蛋白的鱼,牛奶,鸡蛋类,少吃人。 对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,最适合使用的药物是盖通道组织剂,确管紧张素转换抑制剂,确管紧张素二受体组织剂和利尿体四类,根据并发症的不同,有时L的受体组织剂和非的受体组织剂也是非常适合的,目前降低收缩压较好的就是小剂量的本高型类利尿剂,以及盖通道组织剂, 如削本地平,一群地平,如果不是重型高血压,可以从上述分类药物中选择一种,出使剂量为年轻人或中年人用量的一半,其后慢慢加量,选择小剂量的原因是因为老年人体内在陷难,容易造成药物的蓄积中毒,另外,老年人的体质和非药物的耐受性也是以小剂量用药,若使用单一药物效果不好,则可以并用其他药物,最理想的搭配是血管紧张素转换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, 二受体组织剂与带通道组织剂或尿剂的组合,二星笔定位盖通道组织剂与贝叶受体组织剂的组合,老年人停止服药,要紧慎有些高血压干者,因为长期服用降压药而产生了厌烦情绪,或者因为自觉血压控制很好,而不停止服药,要紧慎有些高血压干者,因为长期服用降压药而产生了厌烦情绪,或者因为自觉血压控制很好,而不停止服药,要紧慎有些高血压干者,因为长期服用降压药而产生了厌烦情